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概念就慢慢就开始了 因为它附加了很多 包括商务啊 包括什么旅馆啊 什么这些功能 甚至贸易的功能 或者是 就是要做土地开发 然后给它加一个航空城的名字 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对 那当初这个原始的计划到底是哪一个概念 跟我员这样报告 我们这个有些同仁有一个比喻啦 我觉得这个可以来说明这个事情啦 航空城是三个字 航是核心啦 你没有航运 你就是空城啦 所以你不是透过航运把它整个带起来 把航空城带出来的话 你把航运拿掉 只是想要这个炒地皮的话 那出来是空城啦 所以一定是航走在前面带出来的 那后面这些商机 那我跟你请教 那我们现在的现状是不是像您讲的这个 航没有 已经 所以我们在 所以跟委员报告 我们 一开始推这个计划 所以我们就一开始就推 蛋黄蛋白的概念啦 是 蛋黄一定要 一定要把它弄得比现在 这个比现在更 更有 开发展潜力 使航运 航空业 可以发展可以更 比现在更兴旺 然后后面的蛋白 就整个跟上 再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是这样一个因果关系啦 可是现在状况变成说 蛋黄现在啊 看起来不是 煎的焦了 就是发育不良 不然就臭掉了 跟委员报告 我们蛋黄部分都还没有下锅咧 我们因为我们整个计划都 蛤 还没有下锅就臭啦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看到每天看到的这个 这个 我们国际市场最大的桃源机场啊 桃源机场啊 要不要就是 漏水 跟委员报告 那个出问题 跟委员报告 这个因为是过去长期没有投资嘛 没有改善 到我们上任以后 我们才才来补把它赶快补做 所以到今年中旬啊 六月六月三十号之后 我们陆陆续续 事上五二零之后啦 我们陆陆续续很多的这个 就会完工完工之后 大家就会感觉到第一行下 就会不一样 我们在 趁着这个气势 我们来带 这也不光是硬体啦 我相信您一定也不愿意看到啊 这个桃源机场一直出包 我相信今天你私底下一定也大发脾气啊 一定很不高兴嘛 可是这个不光是硬体 除了一个机场的发展 一个机场会有开始慢慢的 这个本来这个航空城啊 它是其实是前面这个阶段是自然形成的 因为它有客源 它有客 它有客量 所以慢慢的 附加的功能慢慢的就出来了 它必须要有机场旅馆 一个不够要两个 两个不够要三个 它在那边其实包括有这个 除了商务中心之外 它旅客在那边候机的时候 它有各种的需求 它包括购物的需求 它慢慢发展起来了 然后大家觉得说 哇这个有这么多的旅客 它有商机 所以我慢慢再开始 我是不是要来主动规划 从这个机场做中心啊 慢慢把它变成一个机场城市的一个 一个 完全是这个理念 对 所以它的核心啊 这个蛋黄 它不光是机场 蛋黄是旅客啊 不是机场啊 你要有足够的客量 你要有足够的这个商业活动 足够的旅客停留在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需求 得跟委员报告 我们这两年 我们的客户都在成长 我们的银 机场的整体营收都在成长 都有两位数字以上的成长 啊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基础 而我们现在可以讲 委员特别讲到购物 我们购物这一块啊 在最近可以讲它 也有人的国际间的评比啦 我们甚至于比香港更吸引 人家来这边啊 买免税品啊 所以我想像这些地方 部长 也都是一些基础 航空城规划多大 规划了这个 我们现在的机场的 直接的面积是一千两百公顷 将来我们会增加七百多公顷 变成一千九百多公顷 航空城啊 我说航空城外围啊 我们属于我们这个蛋黄之外 蛋白部分 那么大概也有一千多公顷 大概这样子 这个是非常大的 就是说 我们当然希望机场能够有多元化的功能 但是在你没有那个需求之前啊 你预作规划我不反对 可是你现在状况是我 现在这个蛋黄没有做好 蛋白已经炒到炒灰搭了 不会啦 已经炒到 我跟你讲 包括 桃园地区 包括议会 对不对 你有看到新闻 他们最近议会才在说 这个航空城要赶快推动啊 赶快走啊 赶快做啊 你蛋黄都没有 都不晓得未来蛋白需要多大 或者是说其实这个蛋黄 才是重点 才是赶快要来做的 大家把焦点就放在蛋白上面了 造成一个现象嘛 附近土地已经炒得老高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航空城到今天为止啊 只有一个作用 就是作为炒地皮的帽子 跟委员报告了 任何重大建设推动之前 难免会有这种现象 但是你这个重大建设的核心啊 其实没有啊 我们现在才要正式推动嘛 所以没有啊 你航空城从2008年炒到现在 这个地皮已经炒到不得了了 我也跟委员报告 像高铁从一开始谈高铁沿线土地也就在 也就在争啊 所以部长您要对外 交通部必须要对外讲清楚 必须要对外讲清楚 航空城 在我们的航空 我们的航运没有上轨道 没有达到我们期待的那个标准的时候 这个航空城 它只是空的 请大家不要抱太高的期待 我们要把蛋黄先做好 我们现在蛋黄做不好啊 蛋黄每天让大家看到的就是出包啊 跟委员报告 我们现在工程建设 我们是希望下半年啊 陆续完成以后 属于这一块啊 需要大家长期这个包容的部分 就可以过去 工程建设如果到做好 再发生问题怎么办 我们现在就希望年中赶快做好 要不要有人负责 我们希望年中赶快把它完成了 年中完成之后 今年就验收了 要不要有人负责啊 再出问题的话 将来就是 机场管理就希望能够 就正常化了 就这些工程的干扰因素就可以派出 部长您就告诉大家说 如果再出问题的话我就负责 我们会来努力了 你那边不用负责吗 要负责吧 我们会来努力了 谢谢